基本上大家常常会有这样的误解 眼瞼下垂跟眼皮的下垂 实际上我们可以从示意图上看到 眼皮上面的解剖组织是非常多层的 最外层的一层是皮肤 那在下一层可能会有一些眼带跟脂肪 在接下来会有提眼瞼肌的部分 而且提眼瞼肌最上层有筋膜 最下层还有米勒士肌 最后才是靠近眼球的结膜的那一层 所以其实在我们薄薄的上眼皮上 它的结膜分层是非常清楚的 如果是眼瞼下垂的话 通常是说我们的提眼瞼肌的部分 有一些退化或外伤或肿瘤 造成它眼瞼没有办法抬起来 所以会造成看起来好像瞇瞇眼 眼睛张不大 医学上的定义就是说 如果把松弛的皮肤这个干扰因素去掉的话 实际上黑眼球的部分 就是红膜的部分 如果被眼瞼盖住超过一毫米 那个就是我们眼瞼下垂的定义 那眼皮的下垂的话 就可能造成假性的眼瞼下垂 也就是说最外层的皮肤 可能因为太松弛了 遮到黑眼珠 但如果把眼皮掀起来 或是把它提高 眼瞼并没有盖住红膜的话 那就是假性的眼瞼下垂 问题就比较单纯 我们只需要处理松弛的皮肤就可以了 我们从我们的解剖上面的位置来看 我们有上眼瞼跟下眼瞼 那我们的睫毛就是插在我们的眼瞼板上面 它是一个软骨的构造 那眼瞼内翻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睫毛插在眼瞼板上面 如果眼瞼板不是在正常的位置上 它是太靠近眼球 有点内翻的状况的话 就是所谓的眼瞼内翻 那这样会对我们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就是说因为睫毛靠在眼瞼板上 如果它内翻的话 我们的睫毛就会刺激到我们的眼球 所以我们会听到很多眼瞼内翻的病人 可能会有一些抱怨说 眼睛常常会觉得红痒 不舒服 那这些都是因为眼瞼内翻 进而造成的睫毛倒叉引发的症状 眼瞼下垂就是说 我们的眼瞼板没有办法在正常抬高的位置 那从我们的大脑 有这个意愿想把眼睛睁开 这个起始讯号开始 到中间的传导路程 到我们的眼瞼的肌肉 到眼瞼板 只要这一条路径上 任何一项有疾病 都有可能会造成眼瞼下垂 所以虽然说 最常见的是先天心 刚刚说的眼瞼下垂 有些小朋友先天生下来 可能就大小眼 或两只眼睛都眼瞼下垂 眯眯眼 那还有一些退化性的 年轻的时候 本来眼睛很大很漂亮 但随着时间 就像我们橡皮用久了会变松一样 我们的眼瞼肌 会慢慢的变松 直或无力 会造成退化性的眼瞼下垂 这两项其实是我们生活上 跟临床上最常见的原因 但是少见的原因 包括脑部的特殊疾病 或者是说 有一些神经疾病 包括重肌症无力 都有可能会造成 这类的眼瞼下垂 甚至我有遇过外伤的病人 因为中间的肌肉 不小心受伤 或甚至长了肿瘤 都会造成眼瞼下垂 所以这类的疾病患者 我们都还是希望 经过专业的医师 谨慎评估再来做手术 才会有最大的帮忙 其实我们在选择手术上的方法 就要针对疾病的成因来做处理 有一些像神经学上的疾病 有时候是靠吃药 眼瞼下垂可能就会获得改善或控制的 那如果是一些先天性或退化性的眼瞼下垂 眼瞼肌因为变得无力 或是像橡皮筋用久之后会松弛 那我们针对提眼瞼肌可以做一些处理 包括像橡皮筋 我们可以把它做折叠 它会变得比较有力 因为我们的绿菌会变效 或者是可以剪一些眼瞼板 让它变得比较轻 那就比较容易拉起来 那如果这个橡皮筋跟这眼瞼板都有了问题 最后我们可以透过 比如说我们额头的肌肉 去做一个力量的传导 同样可以达到眼瞼上体的效果 所以其实提眼瞼肌的手术的项目 跟细节是非常多的 其实手术前并没有什么特殊的禁忌 比较担心的是 有些人有先天的肝眼症或后天的肝眼症 那因为手术呢 我们会把眼瞼拉高 那术后一定会有暂时性的结膜水肿 和眼瞼闭合不全 这会造成我们的脚末觉得肝涩会不适 如果病人在手术前就有肝眼症 或是刚做完雷射手术 可能在术后的不适感就会被放大 所以我们会尽量建议 如果有眼睛的手术要做的话 跟眼瞼下垂的手术尽量隔一段时间 那眼瞼下垂手术后的照顾 其实也相当的重要 那文献上也曾经报道 有一些严重眼瞼下垂 开完刀的病人 因为眼睛变得很大 那他一下子适应不良 晚上睡觉的时候 没有办法把眼瞼完全闭起来 就像鱼一样眼睛睁开睡觉 那这在我们人生上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就是我们的结膜是非常脆弱的 那如果有一些太干燥的空气 冷气房或是小的沉满 或是灰尘 可能摩擦到角末 都会造成角末的磨损 受伤 有的人会疼痛 红眼甚至会影响到视力 这些在术后的保养都要特别注意